又到了蒜頭採收季節 不過今年算價開盤不理想 每臺金失算價格大約落在二十六到三十二元 農民無奈表示沒有賣到三十元以上 連本錢都不夠 而最近雲林虎尾還出現了蒜頭大盜 去年剛出獄的黃姓嫌犯騎腳踏車到田裡徒手偷拔蒜頭 被警方逮到時 他的車廂就載著兩袋失算 還有肉品辦公室偷來的電子產品 能夠變現的他全都不放過 農民坐在田裡面手拿剪刀忙著採收蒜頭 但今年算價開盤不理想 每臺金失算不到三十元 農民說根本血本無歸 失算價格差還得要忙著防小偷 日前就有雲林虎尾民眾 發現自己家的蒜頭被竊賊徒手拔了將近一百斤 吊月監視器才發現是黃姓嫌犯騎腳踏車專程來偷的 你這我騙了 三十一號警方在路上逮到黃姓嫌犯 當時他騎著腳踏車車上就載著兩袋偷來的蒜頭 重達五十五斤 除此之外還有從肉品公司偷來的大量辦公用電子產品 肉品公司監視器拍下三月十號黃姓嫌犯鬼鬼祟祟 拿著手電筒摸黑闖進辦公室 他小心翼翼打開櫃子把裡頭產品洗劫一空 接著又跑到另外一間辦公室偷走推車 還有筆電相機等電子產品 四十六歲的黃姓嫌犯 他去年八月才剛出獄 本身居無定所 從電子產品到農產品無所不偷 黃姓嫌犯才剛出獄不到一年 從田裡面的蒜頭到辦公室的電子產品 只要能夠搬走換線的統統都要偷 恐怕很快又得吃上老獄之災 記者方中辰 雲林報導